大家好,我是茂迪契的老顽童周通达。 现在我就在青莱城里的一个出租公寓。 因为我的小女儿在这里读高中, 就给她在这里租了一个房间, 应该是前天清晨吧,两点钟。 这个管理这里的那个人, 他们就在旁边隔一个房间在那边。 他是两夫妻在那边住, 他帮忙管理这个公寓。 我的小女儿就说她这个房间里面销门的门销, 销不上,坏了。 让她们来帮忙修。 结果她就知道我女儿里面销不起来。 前天夜里两点,她就跑进来。 她一个,就穿着一套短裤。 她用她有钥匙开门,跑进来。 我女儿发现了早,她一进来,我女儿发现了, 她声的一叫,她害怕,就跑出去了。 就跑回来,她住在她那个房间。 然后她老婆也追出来。 刚刚是她老婆跟她吵架。 吵了以后不知道她们两个怎么和好了。 又两个人跑到这里来劝我的女儿。 叫她悄悄的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忍过去。 而且还对她进行微笑。 然后我女儿就打电话,告诉她在曼谷。 她姐姐在曼谷,告诉她姐姐,然后打回家。 告诉我们。 我停了以后,当时夜里两点多。 我马上就开车,就过来。 然后来到这里以后,但是我的小女儿,她 怎么说呢? 因为她从小,她没跟我在一起。 她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外边。 我没回来。 有一段时间,我是在罗永。 就是曼谷下去一点。 帕台亚过去一点。 还有呢,在这个 普吉岛,在普吉那里住了六七年。 所以说她对我,好像有的时候她有的话,她也不跟我说。 我来到以后,她没有详细跟我说什么回事。 就是说她要考试。 马上这个学期要结束了,要考试。 这个考试很着急,很重要。 她要准备去考试,然后她就做她的准备。 然后呢,这边这个房子主人也来到。 来到的时候是我没有来。 是当时夜里她叫了以后,她把她同学也叫来了。 把这个房子的主人也叫来了。 然后, 就是说,她因为跟那个房子的主人那里她也说好了。 她说她白天要考试,要到下午再来讲这个事情。 要去报警,也要等到放了学,再去。 所以呢,她去的学校我就在这边等。 然后,那个南方她的父亲跟她姐姐也都跑过来了。 她们是住在美赛,就是泰国缅甸边界那个一个镇子。 她们住在那里。 她们就跑过来了,想要来跟我谈。 我说我不跟你谈。 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们两个私下谈也不算数。 我们必须要有人,或者说我们到警察局去谈。 或者要等到这里这个公寓的主人。 因为她的儿子是在这里帮忙的嘛。 等于是这里的工人嘛。 等到主人来了以后, 我们大家在当面在谈。 后来说说她也是一个汉人。 也是一个这边的云南人。 反正这件事情就是很不愉快了。 最后呢,我的小孩子跟我老婆她们。 我小孩子在曼谷里的缘。 我老婆当天夜的小孩, 我的外孙子,两个外孙子在睡觉也没法起来。 早上她就把两个外孙子打理一下, 给她们吃吃饭。 她又开车又来。 然后就带着我的下午,带着我小孩子去报警。 那么因为他们晚上住在这里了。 我呢, 我说这里这个地方也很窄的。 好几个人也没法睡, 我说我回家吧, 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开始回家。 我开另外一辆比较旧的, 好几年了那辆车。 不知道怎么回事, 晕头晕脑的回家我倒车的时候, 我把车撞了。 把车后面全都撞坏了。 然后昨天, 我没有来到这边, 我的女儿她不在这里读了。 因为她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她也害怕, 也不想在这里读了。 就在这边学校办了转学, 然后要到曼谷去。 我老婆呢, 有带几两个外孙子去曼谷住几天。 所以他们今天我早上, 我把他们送去了飞机场。 他们就都走了, 然后我就收拾这个房间。 收拾一下, 准备退房子了。 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呢, 昨天上午11点钟, 我在来的路上又被人家撞了。 然后两个车全都撞坏了。 我那辆黑色的那辆车, 我自己退车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搞的, 混的混脑的就, 因为差不多就是一夜没有睡, 然后跑来跑去跑了一整天, 晚上回去也是黑了, 夜里了, 把车撞坏了。 然后昨天我们过来在路上, 前面有个车她要往那边转, 我们她后面就停了, 一排车都停在那里。 我看到了, 我远远的我就点刹车, 点一下点一下, 连着点了几下, 靠近前面的车了, 我才停一下。 可是我刚停, 后面就有个车撞过来, 就擦着我的车, 从后面到前面, 把我这个车的这个右边, 这一边整个的一条全都给撞坏了。 当然有的, 前面撞得严重一点, 后面都是刮痕。 气得够呛。 但后来她还没敢说别的, 有的她们, 因为她是附近的人, 她们有些人来跟她帮枪, 就说是谁对的, 谁错的多, 谁催的少, 都得有责任。 那时候讲我也不理她, 反正我那个车上有监控的摄像头, 我也不理她。 但是那个开车的也是个女人, 她做小生意的, 看上去也是挺可怜的, 她的车也是很破的一个, 怎么说呀, 那个皮卡, 那个也是看来很旧很旧的一辆皮卡。 她就是开那个车, 买点小东西来卖做小生意的。 她说那个车刹车不好了, 她男人还是个修车的, 就没有帮她修, 好几天她一直觉得刹车不好, 她没刹住。 她想往外, 往那边转, 那边就过了一个大车对面, 她又害怕, 就往我这边靠。 实际上它稍微再过去这么一点, 就差不到了, 但是那个大车大是带着拖挂的, 她害怕, 她只好往我这边靠, 把我的车全给转坏了。 当然有保险, 因为当时我们就说我车是有保险的, 没有保险我跟她啰嗦的话, 她就更麻烦。 因为后来我看保险公司的人, 跟她索费有六万, 她说她没有。 你至少也得先交一万, 她说我一万也没有, 我只能一个月一千, 两千, 或者一个月几百, 我慢慢团, 多了我没有。 我看她在那里跟那个保险公司的人讲价是这样, 如果我要跟她去讲价, 可能就更啰嗦了。 但是我这个车也装坏了, 现在只能坏着用。 因为到保险公司那边跟我讲的修车的地方, 我去了, 她要去县去订那些配件, 因为那个状况她强要换掉。 所以说这几天我真的很不顺利, 我觉得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呀, 人有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 那也是做什么都能够很成功, 很顺利。 也有的时候很不顺利, 我这一天我就觉得很不顺利。 小孩子出这个事情, 然后他也是在这儿害怕, 然后他就不读了, 他要走, 要转去曼谷。 这里房租都交了, 刚刚安排好了, 把东西都给他们拿来了, 安排好了。 刚住进来一个月大概, 一个月多一点吧, 已经交了两个月的房租, 再加上以前的押金。 现在他不读了, 这个房子就要退。 我想退的话, 人家不会退我钱了。 等我走的时候跟他讲一下, 他的检查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了。 等一下我看吧, 可能我要去拜拜佛。 然后呢, 也可能拜了佛嘛, 顺便我就也得拍一拍, 发到网上, 给我的朋友们看一看。 也有人说, 你拜佛是搞迷信。 其实我觉得, 还是那句话, 你心里有佛, 你就是佛。 但是拜佛只是在强调自己的内心而已。 那个佛是个倚太, 我们在拜他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强调自己内心的, 那个平和, 慈祥, 强调自己的内心, 提醒自己。 说, 拜佛, 你去求佛, 我想发财, 我想事业顺利, 我想干大事业, 佛来保佑我, 我想这个佛不能那样都帮你, 如果都那样的话, 大家都去求佛好了。 是吧? 嗯, 还是那句话, 你心里有佛, 你就是佛。 我们每个人拜佛, 拜的是内心自己心里的佛, 只是在那里去强调, 强调一下, 提醒自己, 时刻心里有那个平和, 有那个慈悲, 有那个心, 然后呢, 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做, 佛不能帮你做的。 所以呢, 我也想, 呃, 等一下吧, 今天我可能也不走, 要住在这里, 晚上出去, 就在旁边, 就走走看看, 去拜佛。 啊, 这一段就拍到很长了啊, 好吧, 就拍到这里吧, 啊, 谢谢大家, 再见。